民主黨三區立法委員參選人鄧冠廷 在民鄉鄉連帳開辦四點的客廳會 正出在地鄉親的人動和支持 鄧冠廷表示民鄉鄉替路個計劃將在近年當初 民鄉未來的發展將不在時分緊張到後天 你是可以實現全鄉的共營共和 鄧冠廷在出一個立法委員可以帶來的改變 還有影響力是可以非常專門的 困擾山區民眾很沉悶的國土幾位 人本地上土地問題 需要入圍、出面向營建宿、人無局、交通協調 當民眾主要在飲水問題時 可以請以完聯絡、水利宿、水無局 這都是看部門的協調工作 不是在特定部門就能完成的 為了讓公務加以民眾 鄧冠廷決定站出來進出民眾的支持 是基督以為為他最奉獻的機會 我過去日本的發委員 所以說他們的國會議員 日本的參議院議員 旁邊也做了他的助力 所以我也會回去他的雙屋 民股屋 我如何處理我們雙屋的民眾的事情 比如說農業政策也好 比如說產業政策也好 發發做 過去跟日本黑的東西 日本人是如何處理國家大陣 國家大陣 日本人是如何處理他們的都市規劃 日本人是如何處理農業政策 冠廷都有經驗 在松山村長做便利的處理 百刀村 里冠深村 大陣村 城谷全的處理 湘南村 吳森住處理 基鄉客廷火 交幾十民眾 基民昆壇 分鄉在家裡的經歷 還有環境 尊重 尊重 民鄉鄉 彩虹報道 你過馬路怎麼穿到這樣 你不知道 現在過馬路很危險 馬路如虎口耶 這樣很安全 不用啦 現在過馬路 如果沒有離浪行人 有加重罰則 現在變得很安全 你放心啦 這樣我就放心了 這樣我就不用過了 好 不錯喔 我們現在就是要避浪行人 台灣現在很多你看 過馬路不敢過 你看車來就會怕 所以我們是人讓車 那現在台灣要整個要改變 我們原本就是應該 車要讓人 對啊 所以現在台灣要交重處罰了 如果你沒有讓人的話 那你的罰款會很重 大家不用怕 現在要過馬路 不管你是誰 塞車還是騎馬路 一定要扭 怕路的人生過 那不然 會加重罰款的發情 所以現在政府很重是這個 所以所有塞車 騎馬路的人 看到行人要過馬路 一定要讓他們先過 一定要讓他們先過